军方人员仔细巡视眼前这枚炮弹 外层虽然生锈 但还是小心放在防爆毯上 就怕炮弹里面还有火药 确认炮弹是空壳 没有火药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辖区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 说家里要整修 却在里面找出来一颗6公斤 长约60公分的炮弹 不知道要怎么处理 在金门浮兵役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弹头拿回来 因为有镀金很漂亮 不晓得说那个有关金是发明的 好像很严重 因为这样断断 这样像一只鼻子 原来是毛太太的先生 二十几岁在金门当鞭时 捡到这个炮弹头 觉得很漂亮 又是当金门菜刀的原料 想带回家当纪念 平常就塞在厨房琉璃台旁边 结果通知里长协助帮忙 大阵仗来了军警 让他们好几十个人来 他又把那个黄线那个 围起来邻居左右都 都来看 该炮弹为空壳 并没有任何的火药 未具有杀伤力 经过军方研判空壳无火药 这才让军方带回去 也让社区民众解除炮弹疑 记者金线中林之会 高雄报道 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 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哦